你看 是应该我说对不起 酒粮太浅了 丢人了 别说了 赶紧回去睡觉吧 明早还上班呢 你回去吧 回去 回去吧 你走了 你早点睡吧 这车我带你走 来 我带你 你还不放心 我这车挂着 你还不放心 我带你走 不放心 她是成礼好 一年一样 星雯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说吧 说话 你商量身上 咋不说话 咋商量啊 算了算了 太晚了 明天再说吧 这点真是 这点真是 你怎么还不睡觉瞎忙活什么呢 姐 你说 出国好吗 当然好了 不光是能见世面 还能学好多东西呢 那你说 我也出国行吗 行啊 你真要出国啊 姐 我告诉你个事 你千万别告诉其他人 尤其是咱妈咱妈 尤其是咱妈咱妈 什么事啊 这么严肃啊 我正在办出国 真的 哪国家 美国 办得出去吗 应该问题不大吧 就是 就是 就是我自己还没下决心呢 那这决心你得下呀 这可是关系到一辈子的事情 我还是这么想的 别看我上不了中国的大学 我非弄一美国大学念念 也让他们看来 到底怎么回事 你给我说说说具体点 我这一句半句委说不清 等过两天有了眉目 再告诉你 那死丫头 跟我还卖关子呢 姐 你不是卖关子 我能跟你卖关子吗 我就是 自己心里还没想明白呢 你没想明白才应该跟我说呢 怎么了这是 妈 我能尿 那行 你怎么听着呢 慢点啊 拿着电筒 行啦 你还是忙活你儿子吧 睡了 不是 你说 每天再说 睡了 怪不得一天到晚神出鬼魔的 去吧 去吧 靳正 妈 这么早就走啊 今天还上半天班儿呢 晚上叫嘉诚过来吃棉烟饭 合适吧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她在北京又没有家 好 那行 我到时候叫她过来 走了啊 早 你好 小冯 这是故宫给你的 她人呢 回老家了 什么时候走的 刚走不久 听说家里有什么急事啊 她是来不及等你啊 她就回去了 好 谢谢啊 简真 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对 因为 我不知道该如何地面对你 我现在的心情很复杂 也很矛盾 昨天 我听到 你和你母亲的谈话 知道了你的打算 你的心情 我很理解 也希望 你能理解我的心情 我一个人生活的时间太长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天天面对一个懂事的少年 还有 看着你和你的前夫 我的心里啊 有一种欠疚感 好像是我拆散了 我知道 这种想法很可笑 可是我无法控制自己 之所以突然决定回老家 是希望我们 暂时地拉开距离 都冷静下来 重新审视我们的关系 重新审视我们的关系 你找人啊 我找一下那个冯建敏 你这是北京话吗 不好意思 不是 找 找谁 冯建敏 你说慢了我就听明白找建敏 建敏 你是建敏什么人呢 朋友 建敏还有你的那岁数朋友呢 朋友 不印的你找的干啥呀 朋友 就是英文朋友 还真有文化 那里是他的什么人 建敏他姐夫 前印的 什么意思 就原来我跟建敏他大姐是两口子 后来离婚了 我前印姐夫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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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进来吧 进来吧 不了了 不了了 不好意思啊 麻烦你把他叫出来 进来没有玩意儿 进来没事儿 谢谢 那我给你叫去啊 好 好 你这舌子挺有意思的 你等着啊 妹子 妹子 还顺着呢 建敏 建敏 你干吗呀 他在这咋呢 那啥门口有人找你呀 谁呀 一男的说是你朋友 岁数跟我差不多 你怎么来了 这两天我没有见到你 我是吃不下饭 我睡不着觉 好想好想的 担心你生病 怎么样 出国的事情考虑得怎么样 好想啊 机票我已经买好了 过两天 我就回美国 这么快啊 北京 可能我以后不会再来的 我想那久之前 请你吃一顿饭 就算一个道别 不知道你想逛不想逛 行行那您等我一会儿 我换身衣服去啊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来来来来来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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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搁这儿啊 什么呀 钱哪 一万五千块钱 嘿 你可真行 这粮太棒了 不要数数啊 不用 咱是哥们儿 你你喝着啊 我跟你说啊 这一万五千块钱呢 可是我们家命根子 千万小心点 哎呦 你放心吧 你啊 就把心塌子 放肚子里头 回去好好地过个年 等咱那货一到 你就等着拿钱吧 什么时候到货啊 我这就送钱去 我估计着有一礼拜 就能提货了 行 那我走了 哎 行 哎 那个 跟我们家留一点 哈 没问题 咱是哥们儿 你想留几台都成 啊 我也送钱去 哎 这个我拿喝点 哎哎 走走走 一会儿 走 喝杯杯 哎呦 大军官 你怎么跑我家这儿来了 我找你有点事 什么事 说吧 你们家那亲戚住哪儿啊 什么亲戚啊 什么亲戚啊 就长得像耗子那个 最近贱敏经常跟他在一起 我刚才看见贱敏跟他 做出租出几了 那不是我们家亲戚 那是我香港表舅的朋友 那贱敏跟我说的是你们家亲戚 那肯定是听错了 算了 管他是谁呢 我就想问你 贱敏最近跟他在一起干吗呀老 他帮他办出国的事呢 办什么 出国呀 出国 我的家乡在广东 所以说我特别喜欢这种绿色的植被 因此今天请你到这个地方来 在家乡今天的老天爷做美 很有情调 很浪漫 我喜欢这种浪漫的情调 谢谢师妹 请你用 好 谢谢 来 尝一尝 尝尝这个芥兰 好爽口啊 这道菜的正东做法呀 最好是加一点点咸鱼干 来 尝一尝 你再看看这个汤 这个汤也是蛮有学问的 这个汤的名字呢 就叫高汤鱼器 你看哦 这个汤啊 像泉水一样的轻 是不是 你再看看这个鱼器 这个鱼器呢 给人一种感觉 晶莹剔透 富有诗意 我怎么觉得 这就是一白水猪粉丝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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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什么粉丝啊 这是鱼器 您要是不给我照片啊 我也知道您是个开餐馆的 因为您对做菜这么有研究 哇 你好厉害啊 骗不了你啊 现在有很多贵客到我那个餐馆去 都是我亲自下厨的 我的手艺蛮好 你要是有机会去美国的话 我一定亲自下厨 保证你吃了以后不想找 这辈子我可能没机会去美国了 怎么可能没有机会呢 肉就摆在你的面前嘛 我知道 我提出这个要求呢 对你这样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来讲 有点过分 但是没有办法 我确实很喜欢你 真的很喜欢你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喜欢上你 我知道你很为难 不过没有光细啊 没有光细 你可以考虑 如果你要觉得我不和系 你可以马上告诉我 如果还需要时间考虑 我可以等待 您不是 不是马上就要回美国去了吗 那没有光线 我可以把机票推掉啊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会不在北京过春节 我一直等你考虑清楚的再说 好 建敏 你怎么来了 我一餐你就跟林叔叔在一块呢 来来来一起一起一起好不好 我吃过了 我找建敏有点事 我在这里不太方便是不是 这样我去一趟洗手间 你们俩聊 来 好 走 建敏 二军找你去了吧 你怎么猜到了 你看你的表情都看出来了 你跟二军是怎么说的呀 我就说老林在帮你办出国的事 别的什么都没说 建敏 你回去怎么和二军解释啊 建良 我觉得我们俩的事情没有必要再瞒下去了 马上就要过年了 你想过我爸妈的感受吗 任何事情过年以后再说吧 你呢 你呢 我现在对你呢 没有任何的要求 我只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回去吃顿年夜饭 行吗 哄哄他们二老开心 也算我们曾经负起一场 好吧 好吧 我回去 谢了 我倒是接你 不用了 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我不是为了你 是为我爸妈着想 如果我们两个不一起回去的话 他们会怎么想 啊 那这样吧 晚上六点半 你在胡同口等我 行 晚上六点半 胡同口见 去 妈 建真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故宫城市呢 他回老家了 他不是说今年不回家过年了吗 就不信人家改主意啊 是不是因为兴安他们生气了 您别胡思乱想行不行 石头呢 你嫂子带着他跟男的出去玩去了 对了 石头回北京上学的事 跟兴安说了吗 都没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说呀 现在 回来了啊 那知道是我呢 咱俩夫妻这么多年 听喘气我都知道是你 你 大白天睡觉也不让人看见 啥呀 你昨天晚上我不住见夜那屋了吗 我怕我这呼噜太邪乎影响人家 一宿我就没睡 咋的了 看啥呢又买它了 布子 挺干净的 回来 回来咱俩运了多少年了 你头不会夸我干净 我真不容易 咱俩认识多久了 十七年呢 有那么久 你可恶吗 你还记不记得 咱俩头回咋见见面 当然记得了 当然记得了 你跟村长到县城接我们去啊 你赶着马车 我就坐你旁边 我当时一看吧 就来这王爷儿里头 就你长得带劲 我让你坐前头的 前头都不跌 我那时候时候挺精神的 精神 你戴着大狗皮帽子 甩着大鞭子 巴巴山响 我们都叫你杨子荣 现在不行了 老了 正做山雕了 现在也挺精神的 行了 别扯了 说正事吧 一会儿我还要做年夜饭呢 你说啥正事 我想把石头留下来 在北京上学 这孩子挺聪明的 我看了他这学期的成绩单还不错 但是数学和城里孩子的距离就差一些 我怕耽误他 我知道你挺舍不得他的 等放假的时候 我让他回去看你 过年的时候你过来也行啊 成不成 行不行你说句话呀 别着急呀 那有啥不行的 我也知道 这是 那讲来的考大学的话 在我的那个啊 跟在这儿那距离 那肯定那差得大一些呗 不是大一些是大很多 是 但是他为孩子好呢 行啊再不行 你同意了 啥不答应的呀 你是害他妈 又不是把孩子送淫了 哥你身边让你我也有啥不放心 那说好了啊 你这回就别把石头带回家了 留在这儿我得抓紧时间 突击给他布袭功课 我尽量地想缩短他跟城里孩子的距离 好吧 说定了说定了啊 我这是做饭去 好 好 剑辰 石头上学的事跟星安说了 说了 他怎么说 他当然同意了 这回石头不用跟他一块儿回去 太好了 剑辰 还有件事我心里不踏实 你说顾工作室突然回家 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 您甭想那么多了 不想那么多哪行啊 他要真为这个 石头就不能留下 您说我因为自己的事 耽误孩子一辈子什么 再说了 这人怎么着不都是过呀 这几年我一个人 不也过得好好的吗 都忙活上了 妈我来干点什么 把你这菜洗了吧 来 诚 小心摘这菜 前面 二军 你 你怎么来了 到那边 你骗人是吧 我骗谁了 我 你是因为要出国 才不跟我结婚的是不是 你办出国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你干吗早不跟我说啊 我不是怕办不成吗 我谁也没告诉啊 你现在办成了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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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在大街上喊 行 把俩经验说说 我不去 就在这儿把我说清楚 你出国还给我结婚 说话呀 你喊什么呀 出国是我自己的事 我干吗非得跟你说呀 冯剑民 咱俩要不是现在这种关系 我也懒得听你说呢 你爱听不听 以后我的事 你别管了 快站住 今天在这儿 你必须跟我说清楚 你是出国 还是跟我结婚 干吗呀大街上 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了 你到底跟我结婚 还是要出国 放开我 你放 二君 干吗呢 放开 这大过年的 在大街上抄抄 也不嫌丢人啊 哥 你们俩啊 有什么话好好说 别再吵了啊 听上了吗 二君 听上了吗 那我先走吧 静敏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咱们俩 咱们俩 是不是就这么完了 我没这么说呀 我是军队 你怎么样 你睡不着觉的时候 你好好想想 你怎么才来的 我说好练练办法 我说好练练办法 你怎么才来的 夏老闆顺便给爸方买了点东西 我都买好了 谢谢 别等了 吃吧 看谁切得漂亮啊 我看还是再等一会儿吧 对 爸说得对 愣拉一团不拉一云 那把二根 把二血都不来 咱们都不开 爸 爸 妈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妈 妈 给你们买的东西 来来 报这儿 丁娜 来 外头拢吧 请 坐这儿来 来来 坐这儿 来 坐这儿来 来 坐 过来 坐 来 来 坐这儿来 姐夫 来 坐这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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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你倒酒啊 我倒 爸呀 这回人走齐了 老规矩 说两句吧 往年啊都是我说 今天咱们改一改 让你妈说两句 爸 我说什么呀 说 说什么都行 过年话你还不会说呀 那好 那好 我就替你爸说两句 那个 咱们家的日子啊 是一年比一年好 明年我最希望的 有两件事 一个是建立和二军的婚事 过了年就赶紧办了 我和你爸就踏实了 二是建梁和丽娜 我早替丽娜算了算日子 要是没算错的话 明年下半年我跟你爸 就能抱上大孙子了 妈 赶快吃饭吧 都凉了 好 吃饭吃饭 来 吃 丽娜 来 给我吃点 爸那啥 那我还是先敬 您老一杯 谢谢 丽娜 你究竟是想吃酸的 还是想吃辣的 妈 爸 咱们哥三是不是应该 敬儿了一句 好 来 敬老了一口 今天好 过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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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年 哥三啊 过年好 你们哥三也少喝点 咱们吃了个饭 好看春节晚会的节目 好 好 爸 那个 等我那批彩店弄好了以后 给大家换一台新的 这彩片都是一屁一屁的了 可见你这买卖多大了 现在还不知道呢 那个 怎么样 三 我们哥三 是不是应该碰一下 为我们那个 这次合作成功 投资成功 投资成功 好 对 然后为我们的投资成功 来碰一下 好 来 来 来 好 那啥 石头 给你妈喝一下 哦 碰一下 妈 是他啊 嗯 愿不愿意到北京来上学的 一个又一个 接着头啊 充分地利用了自己身体 轻巧的就是 你瞅我干啥呀 你不说愿意吗 上大楼里念书去 北京学校都是大楼 你来吗 你问那傻话 我一念书我来干啥呀 你不来 我也不来了 你傻呀你啊 北京多好啊 你头过年吃多少菜呀 那平常也比咱家吃得好啊 你还继续进行 我要跟你一起锅 有毛病啊 那不是 孩子小 没见过世面 那先不说了再说吧 没事 我那啥你们吃你们的啊 那个啥 那先先吃吃 吃完再说 他们说什么呢 没什么没什么 丽娜 你要是有什么不舒服 就跟我说 妈在这方面有经验 哪方面 当然是生孩子了 是不是建梁跟你说 我怀孕呢 还有她说 我猜也猜出来了 您猜错了 建梁也是下编的 我根本就没有怀孕 妈 妈 我只是说 娜娜那个身体不太舒服 那再 你看 你瞎想 来来 好 来 来 你这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什么都没吃啊 没怎么回事 我不好 你是不是又跟二军吵架了呀 没有 爸 你别问我这个了 你 你们先吃吧 你 别吃饿了 这孩子真是 行 不管咱们咱们吃 快点 吃 吃饭吧 米铭 你怎么了 你怎么跟不来了 给你吃饭就好了 怎么跟哥说话呢 怎么跟哥说话呢 哥 我现在心里很烦 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 我该去吃饭就赶紧了 长大了 别长脾气了 用不着你哥了是不是 不是 哥 我知道你一直都对我好 可是这件事情 你真的就别操心了 你是我妹 我能不管吗 你怎么管呢 你是管得不让我出国呢 还逼着我跟二军结婚呢 那我也不能看着你干啥事啊 小敏 听哥话 跟二军结婚吧 然后 再找份工作 这样咱家都踏实了 贝勒 你们都踏实了 你们替我想过吗 哥 你说我这么年轻 我什么都没开始呢 我就随着这场婚礼 就都结束了 我不 看那架势 你已经下定决心 坚决要出国了是吧 这么跟你说吧 就算前面是火坑 我也得跳 为什么 不为什么 我就是不想我老了以后 我来后悔 后悔当初 为什么不趁年轻 多去试试 那你替二军想过没有 想过啊 我就是替二军想过 真的 我们俩在一块不合适 你也知道她 是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那种人 我呢打扫到现在 就爱折腾 爱做梦 而且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 就算没有出国这事 就算我们俩结了婚 我们也不会幸福的 我真不知道是你什么好了 不知道怎么说我 你就别说我了 大过年的 咱不讨论这件事 好不好哥 来 哎 你干什么去 饭服吃完了吗 打扰我妈去 你招呼都不打 去咱们走啊 你想让我说什么 说我怀孕了 说我难受 说我有反应 说我非要回我妈去 冯建梁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不觉得你太过分了吗 难受被你逼的 你这么走的话 你让我怎么跟家人交代 怎么解释呢 你不是会编吗 接着编呀 哎 你听我说 你 你妈出来了 哎 娜娜 早点回家啊 妈 这么冷天 你加万个大呀 娜娜他们医院也真是的 你说大过年的 还加什么包 走走走进去 什么时候学会撒谎的 什么呀妈 你说什么呀 拉你妈当傻子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呀 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 可真的没事 妈 尽快就是 再编 你再给我编 妈 妈 她嫌弃我的工作 说我不上京 也要跟我离婚 我要宠宠 我她爱了 那就你行啊 来 你去吧 ו 你去吧 这孩子你看 跟我这么多年了 这冷不定一离开 我怕他不习惯了 这不是问题 刚开始肯定有些困难 但是小孩是最能够适应的 这时间长了就不会了 是 是 我知道 要不你再待一年 让他长大再长大再说行吗 不行 他马上就要考中学了 等上完中学再来北京 他指定跟不上 咱没事 石头聪明一跟就跟上 真的 学啥都一小都会嘛你 你咋回事啊 不刚才说得好好的吗 你咋又改主意了呢 不是改主意 那你刚才那石头在饭桌上 那态度啥 你都看出来了不是 对 我是看你了 我还挺感动的呢 这说明这些年 你待他不错 但是我不是说了吗 这些都不是问题啊 他也不是这个事他 他 行行了我就别跟你要等了 咱俩我就说实话 要说石头离开 我是有点舍不得 但我能忍受 可我听嫂子说 那顾同志就是因为石头 眼睛都不再来了 我猜你就是为这事 简真 你该成个家了你 我成家的前提 就是对方必须接受我的儿子 要那样 你 你就抓紧 你先把婚结了 然后再让儿子来 我给你送这也行 你接也行 那有啥不一样吗 可不不一样吗 你想啊 人家娶你啊 娶一个媳妇进来 带那么大一个孩子 小孩还行 不懂事 你石头啥不明白呀 你明白这意思吗 你替人家顾同志想想 后爹他不好当啊 那我就不勉强他 我跟我儿子过一辈子 也挺好的 你说你这人咋就这么将死将死将的你 这就不听劝呢就 我要听劝当初能嫁给你吗 对呀 这你说到点子上了 你当初就应该听你爸你妈的 你嫁给我就犯了个大错误吗 我没错 我从来就没意外这事后悔过 真的 要说错 那也是当初为了回城 我扔下儿子不管 行行行 过去的事咱不说了行吗 天天你答应我 先跟共同志把婚事办了 儿子的事咱慢慢说行不行 行行行 你先别说我 说你 你啥时候再找一个 我招啥急 我一大老爷们什么条件这么好 我招啥急啊 你天 你行了吧你啊 你不比当初了 岁数也大了 也不年轻了 你家底又薄还带个孩子 真不是跟你吹牛 真的 先这给我介绍的小宝宝大姑娘 总往这儿送 我不愿意 你吹吧 吹牛也不要钱 你咋就不信呢 我绝对不是吹牛 真的 我看不上眼 你 不信你们儿子 你就吹吧 啥是吹呢你 他不相信我 我跟你说 像我这曾经沧海的人 一般的人 我看不上 你这个沧海指的是我吧 那不是你害是谁呀 靳臣 咱俩夫妻这么多年 你说啊 我还能看上别人吗 行了 先不说这事了 你那啥 你 你抓紧 跟顾同志把婚事办了 儿子的事好商量 行不 我不管 我啥也可以不要 你就要我儿子 你咋就这么僵啊 你说你 你就听过一句轩能死了 你能闭嘴吗 不为你好吗 闭嘴 你去哪一天 你都要死了 我不得你不是 我肯定 我们想要招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